今天是二十四节气中的春风 欧阳修的踏缩行中写道 雨季风光春风天气 千花百会争明媚 一个分子倒出了平分昼夜寒暑的意味 从此以后 气温快速回升 雨水充沛阳光明媚 逐渐进入绚烂的春季 春潮迷糊春刀鱼 刀鱼号称天下第一弦 随着长江十年禁雨 野生江刀鱼早已不准捕捞 而养殖的刀鱼填补了春季的味蕾 揭许了江南一带春日餐桌的仪式 到了春天 我们的刀鱼就最肥美的时候 每年养殖的量 从一开始的几千条 到现在的数十万条 我们今年家里面总物量将近五十万条 岛鱼吃法呢 在我们这个地方呢 现在很普遍的叫做岛鱼混沌 岛鱼混沌的做法呢 稍微复杂一点 但是吃的口味还是不臭的 苏州百年老子豪松客楼 春日限定美食上市 刀鱼馄饨成了食客心头号 现在就是海盗鱼跟那个肉还有韭菜 相拌起来的 没有鱼骨头都是鱼肉 相拌好了就开始包粉嫩了 刀鱼馄饨讲究个现包现煮 拿起柔滑弹爽的馄饨皮 轻轻一折打一个圈 馄饨像筋圆宝般整齐排列 诱人得很 小火煮三五分钟 用最简单的白汤 加葱花 蛋皮 紫菜 一碗盗鱼馄饨便已出锅 轻咬一口煮熟的盗鱼馄饨 鱼肉馅细腻鲜嫩 或者鲜美水灵的头茶春酒 满满的活络鲜香 层层递进 这特别新 豆子在来吃 每年的二三月份 就会根据时令 来上新进的新品 这个季节 是刀鱼馄饨是最好最先的 跟着老一辈传统这样走下来的 您有新的乐乐们订单 请及时接单 外卖人认识很多的 一个月的话 刀鱼馄饨的话 就要有几百单了 俗话说 四季更替 适时而时 不时不时 春光一世 春仙错过 等一年 让我们奔赴一场 舍尖与春天的约会 莫辜负美食 与好天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